小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回到新东方网络课堂,我是王老师。 在上一节课中呀,我们学了波、波、摸、波四个生母。 那么这一节课中,我们又会学到哪些生母宝宝呢? 赶快开始我们今天的探秘之旅吧! 今天呀,我们将会学到这四个生母宝宝。 它们是D、T、N、L,这四个生母宝宝。 首先,我们来看第一幅图片。 大家看这里,这幅图片大家认识是什么吗? 这个圆圆的东西啊,是鼓。 我们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就会敲鼓,打罗敲鼓来庆祝,对不对? 那么我们用什么东西来敲鼓呀? 就是用这一个,这一对鼓锤,对不对? 在它旁边竖着的这两只呀,就是鼓锤。 那么鼓锤打鼓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呀? 咚咚咚咚咚,对吧? 哎,这个鼓锤和鼓呀,就组成了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个生母。 它就是得。 和老师一起来念,得,得。 哎,在发这个声音的时候呀,用你的舌头顶住你上牙齿的齿背,得,得。 哎,看到老师的口型了吧,得。 那么这个,得呀,就像是这一个鼓和旁边这一对鼓锤组成的一个形状。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记忆它,鼓锤打鼓,得,得,得。 鼓锤打鼓,得,得,得。 非常棒。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,得,它住在四线三格中的哪里呢? 我们来看,得,住在四线三格中的上中格,对不对? 它占了两个格,那么同时又要注意了,上格有没有占满呀? 上格没有占满,对不对? 所以说你在写的时候也要注意了,不要顶着上格写。 那么得是由几笔组成的呢? 我们看这里,哎,你会发现,它需要先画一个大大的半圆。 在画完大大的半圆之后呢,再写一竖。 这个呀,就是我们的得,它由两笔组成,先画半圆,再画竖。 同学们,和老师一起在你的本子上写一写吧。 首先,在中格画一个饱满的半圆,然后从上格的一半开始写一竖,就是我们的得。 那么你看,它和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个生母,拨,是不是很相像呢? 都是占到中上格,而且都是一树和一个半圆组成的。 不同的是,拨的半圆在右边,而得的半圆在左边,对不对? 我们就可以这样记忆,这个得了,左下半圆,得得得。 同学们,你们还记得拨是什么吗? 右下半圆,拨拨拨拨,左下半圆,得得得。 你们记住了吗? 再来读一遍。 右下半圆,拨拨拨拨,左下半圆,得得得。 非常棒,接下来,我们来看一下,有哪些单育母宝宝可以和得相拨呢? 啊,原来有这几个单育母宝宝可以和得进行相拨呀。 第一个是,啊。 那么,得和啊相拨应该是,得啊,搭。 哎,非常好,得啊,搭。 那么,你能想到搭的四声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吗? 搭,打,打,搭。 非常棒,同学们,学以致用就是这样。 上节课,我们刚刚学了八的四声,你就能够把它运用到搭里面来,真棒。 好,那么我们来组两个词吧。 比如说,四声大,大人的大,比如说,三声打,打架的打。 同学们,打架可不是好行为,大家千万不要吭人打架哦。 嗯,二声答,答案的答,真棒。 好,我们继续来看,第二个,啊和得相拨。 得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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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,得,得,得,那么一起来练一下他的四声。 得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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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棒。 那么,你来想一下,比如说,老师给你出一道题,让你用得来组一个词。 得,得是这个二声,对不对? 得,嗯,得到,品得,对不对?品得好,就是得。 那么继续,我们来看第三个和得相拼的单韵母宝宝,它就是一,牙齿对齐一一一。 好,我们说,得和一相拼,得一,滴,哎,得一,滴,它就是滴,滴答滴答的滴。 那么,你来想一下,滴的四声是什么呢?滴的四声是,滴,哎,真棒,滴滴的滴,对吧? 我们继续,接下来来看第四个和得相拼的韵母宝宝,它就是,呜,呜和得相拼应该怎么念呀? 的,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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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你们念出来了吗?那么,呜的四声是什么呢? 呜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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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棒,小朋友们。 嗯,那你们说,知道北京是中国的什么吗?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,的呜,呜,真棒,这个呀,就是我们呜的一声。 好,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,下一个韵母宝宝出现了,这是一个什么呀? 这是一条小鱼,小鱼呀,听我们上课上的这么开心,欢快的跳起来了, 它一跳,它的尾巴也弯起来了,它的鱼鳍也跃起来了, 所以呀,它呀,就像我们下一个生母宝宝,看到了吗?老师写出来了。 就是,呜,和老师一起念,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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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在发音的时候呀, 它和呜有一点点的相似,不同的是,呜,它是要送气的, 同样,把你的舌头抵住你的上牙的牙齿的后面, 来和老师一起发这个声音,把手放在前面,看看你呼出的气体能不能到你的手上哦, 呜,呜,感受到了吗? 接下来,我们来看一下,你觉得,呜,是不是很像这个小鱼跳舞跳起来的样子呢?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记住它了,小鱼跳舞,呜,呜,呜, 同学们,你们还记得,在孕母宝宝中有一个孕母像小鱼跳舞吐泡泡吗? 哎,小鱼吐泡,呜,呜,呜,在这儿呀,是小鱼跳舞,呜,呜,呜,非常好。 接下来,我们来看一下,呜,住在四线三格中的哪里呢? 他的家呀,在四线三格中的上中格里面,同样还是要嘱咐大家一句,上格有没有占满呀? 没有,对不对? 他的上格呀,也是刚刚出头了一点,所以我们来看一下,呜,是由几笔组成的呢? 我们来看,第一笔是一个竖加一个右弯钩,对不对? 那么第二笔呢,是在竖右弯钩之后,加一横,这个呀,就是我们的特,大家要注意喽,上面不要顶格哦。 和老师一起在本子上写一下吧。 第一笔,树弯钩,第二笔,沿着第二线画一横,这就是我们的特。 同学们,继续开动你们的脑筋,看看特像什么呀? 哦,听到有的同学说,特,特别像这个缝反过来了,对不对? 哎,缝呀,是三柄朝上缝缝缝缝,那么我们这个特呢,它就是三柄朝下缝缝缝,和老师一起来念,三柄朝下缝缝缝缝,三柄朝下缝缝缝缝,你们记住了吗? 哎,接下来呀,我们就来看一下,有哪些单孕母宝宝可以和特相拼组成音节呢? 同样的是,阿,阿,伊,乌,这些单孕母宝宝,我们赶快来读一下吧,第一个,生母特,孕母阿,相拼就是特阿,他,他们,他人。 对不对?然后来看第二个,生母特,孕母阿,相拼就是特阿,特,真棒! 来看第三个,生母特,孕母一,相拼就是特阿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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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对?很好,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,最后一个和特相拼的呀,是孕母乌,和老师一起来读一遍吧。 我们到这儿就学会了阿阿伊乌和特相拼组成的音节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个音节的四声分别都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来看第一个 你们给老师读出他的四声来好吗 他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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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棒,他就是宝塔的塔,来看第二个,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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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的特,来看第三个,特一,踢,什么踢,踢球的踢, 特一,踢,踢什么,踢水,踢包,特一,踢,什么踢,体育的体,身体的体,特一,踢,一踢小笼包,对不对,好,最后一个是,突,他的四声应该是什么样的呢,同学们,你们可以读出来吗? 突,突,土,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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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,突,突改,突料,突画,突,成土,突,突出,对不对,非常棒,这个呀,就是特和这四个单育母宝宝的拼读了。